40多年从没上过战场的大陆解放军 还有战斗力吗? 几十年前 大陆的解放军曾经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强大的陆军 但时至今日 大陆解放军已经有40多年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 主要是通过军事演习来训练部队 几十年下来 只有演习训练 没有真刀真枪的解放军 还有战斗力吗? 很多人认为 军事演习 哪怕是实弹演习 也只是个演习而已 甚至是演戏 对提升战斗力并没有大的帮助 但是 世界多国的军事专家认为 实战演习能暴露出实战中 可能遇到的90%以上的问题 除了最终交火时 让不到10%的死亡感不一样 其他几乎都一样 多年来 解放军在实战演习中暴露过的问题五花八门 不但十分有用 也十分有趣 你或许可以用这些真实的小故事来思考一下 解放军如今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先说说 开空塔导致全军覆没这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次实战演习中 解放军红方官兵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精确捕获了假设敌蓝方的位置 红方司令部迅速制定出突击方案 要求主力部队快速突进 一举攻入蓝方阵地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红方最高指挥员下达最后的进攻命令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红方指挥中心突然停电 进攻的命令无法下达 失去了指挥的红方各部队被迫原地待命 于是红方指挥员下达死命令 尽快抢修 仅仅三分钟 工程兵就恢复了电力 军事常识告诉人们 当资讯战力相当的两军对阵之时 你发现敌军的同时 敌军极有可能也发现了你 这场实战演习的过程 也准确地印证了这一点 就在红军指挥部停电的这三分钟内 南方的飞机导弹 已经把红方重量目标给炸了个遍 南方地面部队也迅速完成了 对红方部队的重重合围 红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拳肩了 战后复盘 原来是因为天气炎热 红方各部队纷纷打开了空调 超负荷用电导致跳杂 而被用电源在前一天刚好正在施工改造 两个偶然因素导致红方被拳肩 演习中暴露出来的偶然小意外 如果是在真实战场上 那就是真正的全军覆没啊 这次红方在演习中被拳肩 引起极大震动 全军顺势拉起了一波大整改运动 明文规定 战斗状态时非特殊需要不得开空调 备用电源必须全天后保持良好状态 下期将为你讲述另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那就是一口乐饭害了全军被奸 欢迎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